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在哪个国家 大学教授都是精英阶层 如果说他们名利双收的话 好像都有点轻浮了 不太尊重学术知识 但是这个阶层的日子注定不会差 如果亏待了这个阶层 我完全可以不假思索的说出一大堆从别处听来的脏话 用来批评另一个阶层 最近有一位来自委内瑞拉的大学教授 他在自己的推特上发了一条信息 这条信息配的图片是他自己坐在教室里 双手护着一双断了底的皮鞋 脸上写满了生无可恋 信息的内容说 我是中央大学的一名教授 月收入是590万玻璃瓦尔 但是我却修不起脚上那双鞋子 因为修鞋需要2000万玻璃瓦尔 把这个说出来已经顾不上丢人了 这条信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 被大量点赞和转发之后 这名教授后来收到了12双鞋 一些衣服和捐款 以及世界各地网友发来的短信留言 教授就是教授 他给自己留了两双之后 把多余的鞋子和物品转赠给了其他需要的人 这是一个令人心酸和感动的小故事 数据上来说 月收入590万绝对高得吓人啊 因为只需要两个月就可以做一个千万富翁了 但是修一双鞋却要花掉他三个多月的收入 而且还是不吃不喝的收入 这注定是一个会被载入教科书的经典案例 我们今天以这个故事开头算是火钱留名吧 哎 也真不知道委内瑞拉那些教授以下的人 每天都是如何度过的 十年前我们吃一碗面是十块钱 十年之后 同样的一碗面就假设它变成二十块了吧 价格翻了一倍 但是十年来我们的工资涨了可就不止一倍了 即便是这样 大家还纷纷觉得生活压力大 整天被通货膨胀吓得是既恐慌又焦虑 被迫把存款拿出来炒股 买币 投资P2P 试图要跑赢通胀 结果烙得一个血泵无归的下场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对通货膨胀这个评价就是八个字 商品短缺 物价飞涨 什么是商品呢 两口子吃过晚饭 舔着肚子 手拉手进入超市的时候 进入眼帘的东西就是货人价值的商品 这商品大多数都是国产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制造一大国 能塞进超市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能自个儿造出来的 进口的东西单独陈列在一个货架上 人气好像并不怎么样 但是委内瑞拉的超市就不如我们这样了 现在他们排几个小值的队挤进去的话 只能看到空空的货架 十年前当他们非常土豪的时候 超市的确是我们这样的 但是东西几乎都是进口的货 国产货可能得单独列在一个小货架上 因为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这也是他们商品短缺的一个原因 既没钱买自己也造不出来 那必须要短缺呀 那大家听到这儿 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想啊 为什么一个国家会没有制造业呢 在委内瑞拉1922年发现石油之前 其实大家都没什么制造业 谁也不比谁强多少 委内瑞拉最大的不幸就在于啊 他们还没有学会制造锅碗瓢盆的时候 就发现了石油 于是从此就不需要制造业了 要了钱之后 任何东西都可以买 那些唯利是图的生意人 为了让自己商品能进入委内瑞拉的超市 还要想方设法互相压架 互相争吵 当地人一边享受着这种争吵带来的乐趣 一边享受着进口货带来的满足感 所以说呢 无论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 或者一个人 逐渐变富还是很有意义的 突然之间暴富 会让人失去一些原本应该具备的技能 以至于当财富消失之后 不但内心的落魄感难以平复 就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放眼望去 每一个穷困潦倒的石油国家 或者矿产国家 貌似都吃过这个亏 所谓的能源诅咒 就是这回事 委内瑞拉的超市进货需要美元 但是他们自己又不能去印美元 美元是给外边人卖东西的时候赚回来的 委内瑞拉卖给外人东西有50%石油 剩下的50%一些农副产品 在石油储量方面 委内瑞拉是绝对的世界第一 比那些九富盛名 如雷贯耳的油贩子 沙特啊 伊朗啊 俄罗斯还要多 所以油价一涨 那就意味着财源滚滚 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过去的几年 国际油价经历过一个非常惨淡的时期 甚至出现过30美元一桶的跳楼价 那个价格是远远低于 委内瑞拉的开采成本的 所以卖的越多就亏的越多 但是即使这样还得卖呀 不卖手里就没有现金 没现金超市就没货 于是石油交易进入了一个 让卖家哭死 让买家笑醒的阶段 这国家收入虽然锐减 但是嗨嗨待不得老百姓一个都没少 超市依然要上货 这种时候 货就得优先供应权力阶层 以及军队和警察 这些大爷是现任总统马杜罗不敢惹 也惹不起的 只要这些人的日子可以过 那么其他人过不下去 上街散步的时候 就有人把他们挡在距离总统别墅很远的地方 国家收入要是在权力阶层就花光的话 那么其他阶层就只能靠意志 在黑暗中坚持和摸索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 就是在解释为什么 维内瑞拉会出现商品短缺的情况 商品短缺的时候 为什么物价会飞涨呢 因为东西没了 仅剩那点存货 就会变得特别值钱 物以稀为归吧 修个鞋都要两千万 此时此刻低头看看自己脚上那双鞋 不知道幸福的感觉 会不会在您的感慨中突然蹦出来 同样是在这两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发表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判断 说到了年底 维内瑞拉的通货膨胀会达到一万倍 维内瑞拉是个全民信仰基督教的国家 不知道年底他们的圣诞节要怎么过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个事他已经超纲了 超越了我们人生经验和想象力的范围 即使维内瑞拉已经惨到了如此地步 美国对他的经济制裁 却完全没有松懈的意思 一刀一刀补了上去 在去年的八月份 特朗普在白宫会议上问了一个外行该问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对维内瑞拉出兵呢 估计在问这个问题之前 白宫的历史老师给特朗普补了一下美国和维内瑞拉之间的仇恨史 听完过去的恩恩怨怨 特朗普就不淡定了 特朗普上台之后 每当维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做出点什么可以上电视的事情 他都会冷嘲热讽 甚至公开点名批评 要是马杜罗太多恶劣的话 特朗普还会追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制裁 在制裁委内瑞拉这方面 特朗普算是延续了前任奥巴马的政策 这可是真的很难得的 因为奥巴马的政策 特朗普能看上眼的并不多 继续执行的 那就更少了 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仇恨 完全是前任总统查维斯接下的 查维斯曾经用非常不文雅的比喻 骂过美国的两任总统和国务卿 这个应该不会引起特朗普的反感 估计骂奥巴马的时候 他还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能引起特朗普愤怒 以至于想要出兵的原因 应该和钱有关 也跟查维斯交往的那些朋友有关系 当年雄心勃勃的查维斯 打算在委内瑞拉玩一下 导师马克思的那套东西 为了获得大伙的支持 并且是长期的支持 他需要大量的钱 所以查维斯想方设法 把国内大大小小的外资石油公司 全能收归国有 同时还提高了税率 这就让当年美国的外资企业 和国外投资者们损失巨大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投资者 委内瑞拉石油质量 其实很一般 他们的开采水平也很一般 所以他们家出口的 几乎都是原油 这东西拿回去 经过铁键加工 就有优质的汽油 和其他一系列产品可以销售 里边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 逐利的美国资本家们 过去一直是 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买家 但是经过查维斯那么一折腾 这些行业损失巨大 失业者很多 特朗普最受不了 自己心爱的石油工人失业 所以他对这个恨的是牙痒痒 这个查维斯不光干过这件事 还干过一些其他 让美国经济方面损失的事情 以及让美国的计划 无法在美洲推动的事情 最终把美国人惹毛后 开始制裁委内瑞拉 教查维斯如何做人 逼着他回头试案 那个时候查维斯谁也不怕 因为油价好 他心里有底气 在制裁之下 反而做出了一些恶心美国人的事情 比如和古巴 伊朗 叙利亚等国称兄道弟 石油给他们半卖半送 还在联合国大会上 把美国骂的酣畅淋漓 这就让美国政府产生了 想把委内瑞拉彻底弄死的心态 美国制裁的套路 永远是自己不和对方做生意 也逼着盟友这么做 自己不给对方借钱 也逼着盟友不给对方借钱 美国人朋友多 所以制裁疗效向来很显著 这就导致委内瑞拉收入减少 并且借不到钱来周转 马杜罗政府曾经就面临着 崩盘倒闭的危险 但是这个危险最终以非常危险的方式度过了 马杜罗为了还债 几乎无情的花光了存款 还在大量的寻找新的市场 这其中最大的市场就是我国了 生意做下来之后 还宣布用人民币来交易石油 这个肯定是更加让特朗普恼火的 因为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是美国单方面的行为 并不是联合国的决议 所以我们和委内瑞拉之间的生意 是完全可以照做的 但是在特朗普看来 我们明显是在坏他的好事 他之所以逼不死马杜罗那伙人 跟我们的书写有关系 对此特朗普很有意见 但是站不住理 所以没办法公开批评 或者写到推特上招告天下 就只能跟其他报复手段 裹在一起发泄了 作为旁观者 我们想知道的是 马杜罗和美国这样死扛下去 真的好吗 作为查维斯的关门弟子 他必须得高举查维斯的反美旗帜 让他永远迎风飘扬 否则他会分分钟下台 然后被推上审判棋 甚至是绞刑架 身边这些为虎作伤的小弟们 也有不少人要跟着陪葬 所以这条路再难走 这马杜罗也得死扛着走下去 纵使委内瑞拉人的日子 是过得如此的痛苦 有个词叫不破不立 意思是说不把旧的摧毁 新的就没办法建立起来 在摧毁马杜罗这件事上 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们 努力了好几年都没有成功 但是年底的一万倍通货膨胀 可是相当有杀伤力的 能不能破 到时候就知道了 新美似乎是一个不好听的词 但是作为距离美国 这个超级市场不远的美洲国家 反美从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在生存面前 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 灵活一点还是比较现实的 很多鲜活的例子告诉我们 没有强大的实力 就不要轻易跟人玩对抗 赢了面子说了理 这种事没什么意义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在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或者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立道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完结 并在公众号 时政很简单上 有免费时听板块 您可以关注并获取更多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